在中世纪的无数故事和传说中 圣乔治的世纪即使是在今天 也算得上是家喻互相 据传说 在很久很久以前 一个偏然的王国里有一条恶龙 他每天向人类勒索供品 如果国王不献上金银财宝和牲畜 他就要用当地的村民当作供品 过了一段时间 国王的财富耗尽了 许多村民也遭到了恶龙的毒手 直到有一天 公主本人被选为下一位祭品 当他流着眼泪走向龙巢的时候 云游四方的圣乔治 恰巧路过此地 圣乔治问他为什么哭泣 公主就向圣乔治一五一十地 讲述了恶龙的暴行 他叫圣乔治赶紧离开 不要把自己也打进去 但圣乔治拒绝了逃跑 拿起手中的长矛杀死恶龙 救出了公主 丛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而圣乔治手中的这把屠龙神兵 就叫阿斯卡伦 今日PNDS集团 发布了其140毫米的坦克火炮系统 阿斯卡伦的最新测试影片 模块化的设计 可快速更换不同口径的炮管 以及特殊的弹药类型 引发了不少关注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法国的这个屠龙神器背后的故事 比起莱恩金属这种赫赫有名的企业 K&S公司的大名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实际上它是由德国的克劳斯马菲和法国的耐克斯特系统合并而来的 而K&S也是两家公司的名称的缩写 其中的克劳斯马菲就是包一包二系列坦克 拳击手多用途步兵战车 以及PCH2000自行火炮的生产商 而耐克斯特系统则是法国的军工业巨头 大家熟悉的凯撒自行火炮 勒克莱尔主战坦克等 都是由他们开发生产的 这样看来 K&S开发的这款阿斯卡伦140毫米坦克炮 也算得上是出身名门世家了 阿斯卡伦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北约的未来坦克主武器计划 1988年 当时的法国JIAT工业公司 英国皇家军械公司 德国莱恩金属公司 再加上后来加入的美国沃特弗利特瓶工厂 巡英汇翠 共同开发了北约标准的140毫米弹药系列 而北约瞄准140毫米口径 投入大量资源研发新弹药 并不是一拍脑门决定的 其根本原因在于 苏联出现了一大批新型坦克 而且各个都是假弹对抗先人 当时的北约各国通过对苏联的情报分析 得出结论 在不久的将来 苏联会开发出抗船700毫米 抗破1000毫米以上的超级主战坦克 例如1982年的490A工程 车体前部和炮盾的等效装甲厚度 高达750毫米以上 但同期的北约标准穿甲弹 例如德国的DM13 美国的M829等 其穿深最多也就500左右 这意味着北约的坦克 连防守反击可能都做不到 更不要说 在正面战场上和苏联人硬碰硬了 因此 针对苏联未来可能出现的超级坦克 北约各国闻风而动 纷纷开始研究如何打穿苏联坦克 而阿斯卡伦的前身 勒克莱尔P4炮塔就是这么来的 当然了 这个时候就会有人问 采用140毫米这个口径 难道不觉得有些奇怪吗 即使是不考虑后勤伤的麻烦 140毫米口径也有些不上不下的 在口径大小上 比不过155毫米榴弹炮 在轻便灵火上 也不如现在的120毫米坦克炮 现如今的世界各国 在主战坦克上 往往使用120毫米左右的滑坦炮 在这一口径上 各国的技术储备比较丰富 生产和制造技术也比较成熟 但这并不代表各国的工程师们 之前没有探索过大口径的解决方案 冷战初期 英国人就为了对抗IS-3 搞出来了FA4005 这玩意儿的优点是 一门183毫米口径火炮 瞪谁谁死 但缺点就是 除了这门炮以外 全是缺点 恰逢此时 破甲弹的技术有所突破 化学能弹药无视发射距离 对均质钢能够轻松 达到400毫米以上的转身 让传统的动能弹药迅速失踪 然而随着爆炸反应装甲的 大规模列装 苏联坦克动不动七八百 甚至一千多的抗破能力 让北约又不得不重新开始 把目光转向动能弹 通过发射刺口径弹药 增加炮弹的飞行速度 从而达到提升船身的目的 口径不变 增加炮弹的出速 表现在火炮的设计上 就是通过加长炮管 延长炮弹在炮管中加速的时间 让炮弹的出速更快 从而提高船身 爆炮A6上的55倍径 120毫米花糖炮 就是通过延长炮管 将坦克的最大射程 延长了1000米以上 并且显著提高了其穿架能力 但问题是 炮口出速是不可能无限制提升的 而且由于穿甲弹材料的限制 在相同口径下 炮弹超过一定的速度之后 其穿甲能力反而会有所降低 为了确保炮弹在离开炮口的时候 达到一致的峰值速度 就必须要增大塘压 这就给火炮的整体设计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外 加长的炮管还会增加坦克的体积 不但会使其更难运输 在复杂地形上的通过性也会变颤 例如 有一些深管比较长的 现代主战坦克 会装上行军锁 将炮管固定在车身上 防止在转移过程中 火炮稳定器在崎岖地形上磨损 然而 苏联坦克的进化 远比北约想象的要快得多 这就让北约的工程师们 不得不开始寻求 口径更大的坦克炮 例如美国 就有了所谓的M1先进组件实验平台 正如它的名字一样 这玩意儿是真的先进 在90年代 它就搭载了全套的自动激光 告警对抗系统 在遇到威胁的时候 可以自动释放烟雾 并将炮塔转向激光照射的方向 并且通过多传感器目标捕获系统 躲在烟雾后面 挨个点名瞎了眼的苏联坦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炮塔上面 装着一大把的烟雾发射器 说回炮的问题 M1CATTB显然是甲弹对抗高手 它搭载的XM291有两个口径 一个是普通的120毫米 通用现有的北约标准弹药 另一个则是140毫米 发射XM964 唯一稳定脱俏穿甲弹 能够达到等效850毫米以上的穿甲深度 几乎可以从正面 把俄罗斯目前最先进的T90M 捅个对穿 最妙的是 由于XM291火炮系统 采用了模块化构造 可以通过更换炮管的方式 快速地在120毫米和140毫米之间切换 实验表明 这种140毫米火炮发射穿甲弹 只用一炮 就能拿下当时最先进的T80坦克 而在法国方面 则出资建造了家常型的勒克莱尔炮塔 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勒克莱尔T4 这个车实际上 只是在普通的勒克莱尔基础上 装了一个特别定制的T4炮塔 同样是为了发射 140毫米穿甲弹设计的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国际局势上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 苏联它解体了 曾经的钢铁洪流 一瞬间烟消云散 因此法国人的这个140火炮实验车 也是一拖再拖 几乎要胎死腹中 直到1996年 法国才推出了勒克莱尔T4实验车 但这个勒克莱尔 和美国人短命的CTTB一样 也是昙花一现 法国人只是拿着原型车 收集了一些数据 就将其匆匆拆解 彻底恢复原样 炮塔则被封存起来 苏联解体后 法国和北约的防务压力变小 不仅是法国 德国 英国和美国也先后决定 放弃先前为主战坦克 安装更大口径主炮的计划 因此冷战的结束 和对常规地面作战的忽视 是这些项目无疾而终的主要原因 然而 俄国很快就来了 2014年 随着克里米亚危机爆发 不太友善的俄罗斯联邦 和北约之间 火药味越来越浓 再加上俄罗斯新一代的 提奥斯阿玛塔 也已经有了消息 法国虽然身处西欧 却倍感压力 然而 法国人看了勒克莱尔 勒克莱尔说别看我 看我也没用啊 我打不过这外人啊 其实不仅仅是勒克莱尔 北约标准的穿甲弹 其实都很难击破T90M的正面 已经在仓库吃灰落土 到18岁的T4炮塔 终于迎来了新的转机 2016年9月 T4炮塔被从仓库里拖了出来 安装在一辆 前勒克莱尔M1S回收车上 法国人给它起了个 凶残的名字 叫做终结者 后续的射击试验表明 140毫米火炮 虽然口径只大了20毫米 但得益于发射药 药量大幅提升 在穿甲能力和破坏能力上 倒显著强于120泡 不过也正因如此 实验型的140炮弹 需要进行分装 将炮弹和推进剂分开 而且即使如此 勒克莱尔T4炮塔 也只能容纳31发炮弹 在火力持续性上 算是大打折扣了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法国开始积极研发 新型预体式伸缩弹药 也就是埋头弹 埋头弹的好处 就是结构更紧凑 炮弹总长度更短 同时弹道也和传统弹药相似 到了2021年 耐克斯特终于在T4的基础上 推出了140毫米武器系统的改进版 他们用一个非常牵强的缩写 来命名这个新的武器系统 叫做性能优异的 可升级的自动装弹火炮 阿斯卡伦 性能优异 那它确实能算得上 虽然具体的数值仍然是机密 只有一个非常笼统的 综合性能提升70% 但由于这种 唯一稳定脱俏穿甲弹的穿甲能力 和穿甲弹弹体 也就是那根细感的长度 直接相关 这枚140毫米穿甲弹的穿身 至少也在750毫米靠上 和现有的120毫米炮相比 阿斯卡伦在穿甲能力这一点上 肯定是占优的 这就意味着 它能够更有效地击穿 现代主战坦克的主装甲 尤其是面对俄罗斯坦克上的 重型爆炸反应装甲的时候 更是能够起到一击毙命的效果 阿斯卡伦的另一个优势 则是更大的装药量 口径变大以后 高爆弹等化学能炮弹的装药量 也会变大 从而进一步提高杀伤能力 要知道 战场上并不是只有甲弹对抗 更多的时候 唐克所承担的工作 往往是在中程上 为不兵推进 提供直接火力支援 在这种情况下 有着更大装药量的 高爆弹或破甲弹 自然是更好的选择 另外 140毫米口径的阿斯卡伦 在精度和射程上 也有一定的优势 尤其是在射程上 由于推进机变多 弹头也更重 140火炮在远距离上的杀伤力 要比120火炮强得多 而说到可扩展的 阿斯卡伦也确实比较灵活 和CATTP相似的是 阿斯卡伦这个火炮 也是模块化的 但阿斯卡伦 比CATTP上的XM291 还要更进一步 它可以兼容 120毫米 130毫米 和140毫米 三种炮管 120毫米是现行的 北约标准口径 130毫米 则是2002年 欧洲防务展上亮相的 达云坚手 KF-51 黑豹主战坦克的主炮口径 140毫米不用多说 就是法国这边 选定的大口径标准 因此 之后的北约弹药 无论是采用哪个方案 法国的这个阿斯卡伦 都不会过时 至于说自动装弹 那就更好理解了 120毫米坦克炮 还可以进行人力装弹 但大了一圈的140炮弹 不用自动装弹机 就不可能了 据称 阿斯卡伦配套的自动装弹机 也可以通过少许改装 来适配从120毫米 到140毫米的多种弹药 现在我们对阿斯卡伦 这个法国巨炮 有了一些简单的了解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没有解决 那就是这么好的炮 要装在哪里呢 2018年6月 德法两国国防部 正式签署了异项书 由KNDS公司主导 研制主地面作战系统 和通用间接火力系统 当年的欧洲防务展上 KNDS就展示了一个 所谓的欧洲主战坦克 EMBT 它直接使用了 豹2A7的底盘配上自己开发的 安装了140毫米火炮的炮弹 根据法国人自己的说法 这辆EMBT采用了双人炮弹 整车重量减轻了6吨 使得整辆车的通过性更好 EMBT的出现代表着 德法拟出火炮 火出底盘 这种联合造车模式是可行的 最后的2019年 蓝军署也加入了MG4S项目 整个造车计划 形成了三组顶利的局面 2024年4月 法德两国国防部长宣布了 MG4S项目的具体细节 将这个未来的主地面作战系统 分为了八个子系统之中 德国和法国分别负责其中的50% 其中包括了德国开发的底盘 和无人机防御系统 法国研发的导弹 德法共同合作的通信指挥系统等等 MG4S采用了模块化设计 以便于根据任务需求 进行快速的配置调整 这种设计使得车辆在适应 不同作战环境时更加的灵活 高度的自动化和无人化 也是MG4S的一大亮点 为应对未来战场的高强度需求 MG4S引入了更高程度的自动化 部分版本的MG4S 预计将配备无人驾驶系统 从而降低成员组的负担 提高作战效率 也正是因为高度的智能化 MG4S将扮演地面战斗的中枢 与其他作战平台 例如空中支援 无人机 地面车辆等 通过先进的数据店进行数据共享 实现战场的全面信息化 其中在最关键的火炮方面 MG4S项目采取德法两边 同时进行的防水 由KNDS和蓝金属 分别夺利开发新型大口径火炮系统 并在比较试验后左右录取 全新的MG4S主战坦克 替代目前的鲍尔系列和勒克莱尔 成为未来德法两国 甚至是欧盟和北约部队的 核心地面作战平台 虽然后几年 德国又转过头来 和西班牙 瑞典等国研发鲍尔的后续车型 给MG4S项目带来了一些竞争者 但目前看来 这个MG4S至少会成为勒克莱尔的替代品 也仍然可能成为北约地面力量的中流砥柱 和西班牙继继继继继继